感覺就像乘法公式嘛 S加Y的平方 是不是S平方 加2SY加Y的平方 對 它看起來很像 但是我告訴你 它並不是乘法公式 你了解嗎 所以你不要想說 欸 這感覺就是什麼什麼 S加Y的完全平方對不對 你從這裡直接跳到這裡不是不行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 它中間的流程其實是這樣 好 你告訴我 接下來要怎麼做 欸 請問你喔 AC.CV 跟這裡的CA.CV 有沒有什麼關係 有喔 我這邊寫給你看喔 AC向量 DOTCV向量 你覺得它會是誰 欸 CA.CV是0喔 那AC.CV是多少 蛤 是多少 也是0喔 為什麼 因為這個AC向量 它可以寫成負的什麼向量 CA向量 然後再DOTCV向量 那請問你 CA.CV有沒有等於0 有喔 垂直等價內積0 這個就是0啊 負的0嘛 負的0就是0對不對 所以我告訴你 這個傢伙根本就是0啊 對不對 根本就是0 我們就不要趕它 所以你看我們有沒有震出來 有喔 這個是不是就是我們的幣式定理 可不可以啊 斜邊的平方會等於兩股的平方和 以後你震幣式定理用向量震 是不是就可以了 欸看一下 可以可以啊 這是湊小口 行嗎 看一下喔 還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 應該要跟同學談一下 來你看150三頁上面 欸 那個薰姐幫我拍這邊 我再跟你們講一下這一題 欸 那個立題詞 這個立題詞也好重要的喔 欸你要注意喔 這個書批考的東西喔 大概都是課本裡面的東西喔 這給它三個讚喔 他說有一個半圓對不對 來這個半圓 我來講一下這個立題喔 有個半圓 OK 然後這個是直徑 來 A V 原心叫做O好了 然後P是圓周上一點 然後他把AP連起來 把VP連起來 然後他要你證明一件事情 證明什麼事情 叫APV 這是什麼叫 直角 你知道這個國中我們學過 這個叫什麼東西 這叫什麼 這叫什麼角 圓周角 對不對 寫上去嗎 半圓 的圓周角 來 來 請問你吃什麼角 吃直角耶 可以嗎 半圓的圓周角是直角 國中 國中有沒有學過圓周角跟圓心角啊 你們到底有沒有念過國中啊 有吧 如果對同虎的話 那個圓周角的角度是圓心角的多少 到底知道我在講什麼 一半對吧 有沒有學過圓周角圓心角啊 有吧 好 好 那現在 同學你不要看你的課本啊 你看我這邊喔 欸 你要怎麼證明這個是直角 我們不是要證明這個是直角嗎 你要證明這個是直角 那代表你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很簡單啊 你要證明PA向量 你只要證明PA向量跟哪個向量垂直就好 對 PV向量垂直是不是就可以 好 你不要看課本啊 你看我寫就好 你只要證明這兩個向量夾交90度 是不是就OK 來那我問你喔 垂直等價什麼東西 內積0啊 所以你要說明他們垂直 你只要說明PA大的PV等多少就可以 0啊 是等價喔 他就是他 他就是他 這是同一件事情 這個叫等價 欸那你說老師 我要怎麼證明PA大的PV是0 這很簡單喔 我們課本的證法 他是這樣證 他說你把這個PA向量怎麼樣 把它做分解 你看他怎麼分解 他這樣分解喔 他把PA向量分解成什麼向量呢 PO向量 再加上什麼向量 OA向量 欸這樣可以吧 PA分解成PO加OA 漂亮喔 這樣分解可以吧 然後DOT PV向量 他也把它分解成PO加什麼 OV PO向量 加上OV向量 OK 對吧 PA大特PV是不是可以寫成這樣 然後接下來用什麼率把它打開 分配率 那我就寫快一點喔 PO大特PV你會得到誰 PO向量長度的平方 這個叫什麼性 鎮定性 對不對 我每個動作都有名字喔 你要注意每個動作都有名字 好不好 這叫分配率 這叫鎮定性 然後這邊會有OA大特PV O 來所以這邊加上 OA向量 大特PV向量 再加上 PO向量大特OV向量 PO向量 大特OV向量 最後再加上什麼東西 OA大特OV 對不對 如果慢慢寫就是這樣 對不對 慢慢寫就是這樣 就把它打開 WOW 然後同學你發揮你的觀察力 請問你OA向量是否在這裡 他是往左邊 那OV向量是往哪裡 是往右邊 這兩個向量有個特徵喔 他們長度是不是一樣 他們長度剛好都是這個圓的什麼東西 半徑嘛 只是他們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有狸貓換太子 來你看我這邊喔 這個是PO向量 長度的平方 加上OA向量 大特 好 我看一下喔 大特PO向量 好我這裡照抄 再加上PO向量 大特 我們把OV換掉 OV向量可以換成什麼東西 負的OA向量 這樣寫可不可以 OV向量跟OA向量方向相反 我可不可以把它換掉 可以啊 然後後面這邊再寫什麼 加上OA向量 然後去大特 欸 OV向量我們現在把它換掉 換成什麼 負的OA向量 寫口卷一定要清楚 不要跳步 每個動作都有名字對不對 之所以可以換掉 因為他們是反向量 那現在同學你告訴我 中間這裡可以做什麼動作 欸 OA.PO 那這邊PO大特OA 他們有交換率對不對 所以出來是不是 這邊是負號 剛好是相反數 所以這邊就砍掉了 對吧 這沒有問題 所以最後它這邊會變什麼呢 PO向量的長度 平方 再減掉 OA大特OA 就是OA向量長度平方 這叫正定性 欸PO向量長度平方 這是什麼東西 半徑的平方啊 減掉OA向量長度平方 這是半徑平方 R平方-R平方是誰 0 課本就是這樣做的對不對 欸到底行不行 我們這些小鬼可以嗎 所以你看喔 內積0 那是不是代表垂直 垂直那就代表這個角度是幾度 90度 就這樣子 好 OK OK 欸 時間我看差不多囉 課本都講得很簡略喔 我覺得課本這樣寫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覺得我這樣寫更清楚 好不好 就是每個細節都寫得很清楚 你想想看你考試一定用到什麼率 分配率 鎮定性 交換率 都是那幾個率而已 來你翻到後面來給你一個功課 你現在可以寫的 我看一下喔 如果是蘇比爾同學 現在可以做哪一題呢 嗯 我們來看一下習儀好不好 呃 呃 來 你現在做166頁 欸你現在做166頁 然後告訴你A項量減掉T倍的V項量 跟V項量垂直 垂直 垂直等價內積0 對不對 把T算出來 OK 好你就先做這一題 這樣好喔 好吧 我覺得時間好像差不多了 好 選舉謝謝 今天就先這樣吧 好 好